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约总主比 今天他在脸书上写了长长一篇文章 洋洋洒洒为了禁电室求情 他说哎呀 这个禁电室他的内容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不懂为什么要把它卡住 为什么不让他们赶快上架呢 他说高高在上的NCC委员们 为何不能用道德勇气及判断来审查这个案子 禁电室他的内容好或不好是一件事情 NCC对于这个电视台审查之后 能不能够上架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法律的问题 那个是两件事情 所以谣人多把它混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发生什么样的争议 裴伟的外流录音带里头 有讲到一些 说这个是总统的旨意 谁来做行政院长都是要做 赶快让陈耀祥尽快通过执照 这个录音党在外头流传 没有讲清楚 所以陈耀祥他的施政满意度 是陈内阁里头垫底的 现在可以说是民进党执政 还有明年大选的托邮平 很多评论家都这样认为 因为你对于应该公正客观的NCC 你做出来的判断 跟你的形式 看起来是不公正的 我们先来看看 TPBS也对NCC处理禁电室申请案 这件事情做了一份民调 64%的民众认为 这有政治力介入 另外16%不认为有政治力介入 19%没意见 其实平良心讲 他这个民调第一题就问说 你知不知道NCC现在在审禁电室案 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大概有七成的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电视其实都没报 我们的大众媒体揭露这件事情 其实蛮少的 频率篇幅都很少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很多事情现在正在发酵中 美国的议员喊 有前提要炸台积电这件事情 赖清德他的立场是什么 你认同吗 这是赖清德必须要回答的 另外我们看到赖清德未来的论述 在两岸这里 可能会提什么 反共不反中 柯文哲就讽刺他 他说你双标 你现在也变中共同路人 因为蓝莹也在讲反共不反中 那白的民众党也在讲反共不反中 那你赖清德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你也是中共同路人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麦考尔前一阵子不是来台湾访问吗 他回到美国之后爆了好多料 他说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她的时候 曾经当她的面问她说 我的武器呢 我的武器呢 我都买了呀 怎么都没有给我呢 所以呢这个据说 美方看起来也是 没钉没当也是充耳未闻嘛 都没有到都没有到啊 我们的武器 现在F16V的钱赢付了三分之一 进度还被delay到2027 如果2025打仗呢 2026年打仗呢 飞机都还没来 那陈建仁我们的新格魁啊 连军备的内容都不清楚 只会背诵蔡政府的口号 备战才能指战 像是一只鹦鹉一样 能让人放心吗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内幕消息 这是来自于美国一家军事网站 揭露出来的讯息 因为美国的特种部队 美国的陆军特种部队 他每一年都会模拟一个 这个类似演练 那这一次的模拟空降 非常特别啊 他把台湾 空降台湾 变成他的演讯项目之一 也就是说 他把台湾想定 可能会被敌人入侵 这个敌人可能就是中国大陆 然后他们在模拟 这个特种部队空降到台湾 救人啦 或者协同作战 像这样的想定 已经在这个 他们的演练中间了 那关键呢 关键人会把这一项 降落台湾 特种部队降落台湾的 这一个想定呢 加进去的据说是这个人 美国陆军特战司令部的指挥官 布拉加 因为外船 他曾经在司令 他担任司令之任内秘密来台 然后呢 这个印太司令部派遣特战队分队来台 都归他管 那美军驻台的特战联络官 据说就是他的情形 那大家看到像这样子的新闻越来越多 包括炸台积电啦 美国模拟这个各种的这个状况啦 所以呢 台海的军事 真的就是紧张 这个已经不需要再再多说了 我们国军现在换上1.3万支的国造的手枪 这是新型的 因为轻好操作 什么意思 因为敌人就在你眼前嘛 你轻好操作 直接扣下板击 这就是为了巷战 符合美国战场在台湾本岛的作战防征 要进入巷战 要为打巷战做准备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包括我们邻国啊 周围的国家 其实大家都在担心 有近九成的日本人 担心中国大陆犯台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现在好像又有一个驻欧的这个代表处 希望打算要来撤侨了 我们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说 都没有听到这些事情 这些都是谣言 都是rumor 中国大陆呢 这一方面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学者有这样的一个倡议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说现在应该要把ECFA停掉了 因为这个对大陆的总体经济 利大于弊 应该要把它断了 因为台湾赚太多钱从中国大陆了 这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 唐永弘他提出来的 而另外我们看到吴钊燮 大家都说他是战狼外交部长 感觉他更像是一名国防部部长 他最近不只是管台湾 他还管到了纽西兰 他呼吁纽西兰应该要提高警觉 跟中国大陆你做经贸 要小心啊 以免变成中国经贸施压的受害者 你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还有嫌指导他国吗 这是网友的意见 那澳洲呢 澳洲现在可以看出来 它的经济好像慢慢在改善了 那部分原因跟中国有关 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于过去好几年 澳洲跟中国的关系很差 贸易也有很多的停摆 而现在呢 重新交流的状况之下 今年三月创下历史新高 两国的贸易达到191亿澳元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31% 所以澳洲跟中国大陆的经济 紧密也在挂钩了 慢慢回复了 我们来问问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包括这个谣人多 为什么会突然出这一首 我过去都不知道 它是进电视的总主笔 我也不知道 靖州刊 对不起 靖州刊 靖州刊 我老大比较进媒体集团 知道找对的人才有门路 不是吗 我觉得今天事实上 有很多自身媒体的人 都蛮优秀的 我也看过他们的节目 他们的内容也做得蛮不错的 说实在 主要是你高层有问题 你选举干嘛介入到那种程度 我讲的是周刊 你只去打张善政 去打林芝妙 人家会忘记吗 为什么就只打这两个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去打林芝监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周刊如此之立场鲜明 然后当作人家的竞选工具 这个人家太记得了 那简不讲他那个电视的部分 那个高层不断的更替的问题 那个又是另外的 所以不是因为他的从业 或者是他的品质不好 不是 就是两件事 而是经营者有问题 就是坦白讲这个坊间就是认为这个 就是蔡英文的电视 那当然也没有直接证据 可是人家就会说 这个跟英系比较好等等 可是就是说 就是这种问题 他自己就应该要 站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跟各个政党都保持中立 那谁叫你要介入选举 选举才去年 就是因为这样 人家才会这样理解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恐怕不是去讲他的品质好不好 而是请他的高层 出来表个态 而且我看他那个财报 未来的收入 有很多是要做政府的委外案 这也是蛮奇怪的 电视经营的逻辑 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类的问题 不是说他品质不好 不是的 是经营者的问题 不然蔡政府也做个明确表态 你跟今天是没有关系 之类的 我觉得赖清德讲这个反共不反中 我觉得应该要请他讲更仔细的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说他反对的是 共产主义那些制度 而不是中国人民 他应该要在更多的政策上 更愿意跟中国大陆交往才对 我说跟老百姓 不过他这个政策 为什么很多人会质疑 很难执行 因为中国大陆 9300万的共产党员 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重要机构 所以你跟中国大陆做任何互动 事实上就是会碰到共产党人 很难切割 就是说你具体政策你要怎么处理 如果不是这一类现实的 至少你有一些话可以不要讲 比如说你那个发言人 就说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台湾人 你要去扯这个吗 你扯这个当然人家就会认为 你就是反中国人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还是落实在实际作为上 还有你到底这样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不然讲这句话 我觉得也只是话术而已 事实上他现在最近在讲 和平诉求也不错 结果他的诉求是爱就有和平 不跟以前那个爱就有电一样吗 用爱发电 用爱求和平 爱台湾就可以就有不缺电 那只要爱台湾就会有和平 这种政见坦白讲 都距离现实很远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讲他的具体内容 不然中国所有的机构 到处都是共产党人 我不知道你如何要交往 是 来 请教兵哥 其实我觉得杨仁多很妙 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 第一个证实了自己 自己是门神的角色 基本上人家找你来就是当门神 第二个你们过去口口声声 一直跟社会大众讲说 说靖州康跟靖电视 是各自独立的单位 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那你现在不是自己证明 你们是有关联的 我觉得知道吗 这就是字界 对 你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在自己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有关联的 不然你要怎样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同意刚刚亮哥讲的 也就是靖电视里头 有很多我们优秀的同业在里头 但是光是一个你们 一个董事长可以半年之内换好几个 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单位 什么公司 你们整个公司最基本的体质 又让人家信不过了 再加上你姚恩多现在出来指控 我想这件事情 你总不能说这是在野党 国民党 民众党 还是时代力量 还是激进彻翼造成的 应该都不是吧 这个现在能够影响NCC的单位是谁 就是你民党内部 那到底是你民党内部 哪一些人看他不爽 这是你民党内部的问题 你们自己要去解决 这个跟其他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谁都没有办法去影响NCC 只有你们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姚恩多写这篇 真的是假讲 只是让人家看得很烙瘀而已 至于说这个赖清德 你觉得他现在会对台积电 这个事情表态吗 连蔡英文都没吭声 我们目前只有一个部长 还有一点感情就是邱国正 邱国正有讲说 我们台湾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的 然后说什么随便让任何人来打 他们有防卫台湾的责任 我觉得国防部长这样回答就比较得体 那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元首 人家要来炸你的公司 你坑都不坑一声 你好意思还继续当总统当下去 然后赖清德你要选2024 你要选2024 美国人要炸台湾的公司 你都不坑一声吗 你都不用表态吗 然后反共不反中根本是骗人的 说真的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主政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反共不反中 你示范一次给我看看好不好 你要怎么样 我反对共和共产党 但是我跟其他中国人都是好朋友 你示范一次给我看 我看你怎么做 因为讲这种都是口号式的东西 没有实质的意义 我个人觉得很糟 至于说现在外传美军的将领 说要在台湾演练陆战队直接空降 大家看到他是用CF47 CF47可以载几个人 就是几十个人而已 那你觉得他是来协防的吗 不是啦 这是在干嘛你知不知道 在送他们AIT的人 不然请问一下 空降几十个美军下还是能怎样 保护AIT的喔 对啊 这怎么可能是来救我们的 他几十个人救2300万人 美军这么厉害 每一个都是钢铁人 美国队长 不然他怎么救 所以这个演练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在救他们自己的人 所以真的不要误解 那我跟你讲 现在大家当然都很忧心 那也希望国军的装备可以提升 所以国军换新的手枪我很高兴 但新的手枪 老实讲这个只有军官才会用 手枪军官才会用 一般你真正战场上 没有人再用手枪打的 因为手枪要非常近的距离 也打不准 所以我们真正的主战武器要提升 手枪提升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在战争上没有结果 那至于经济的东西 中国大陆会想停AQFA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你们赢了 小孩又赢了 你们想了AQFA的好处之后 你还要吃大陆的豆腐 我是大陆人我也会很不爽 刚刚好而已 那拜托吴钊燮 你已经是世界最烂的外交部长 没有之一了 你好意思去教纽西兰外交 回去照照镜子吧 他说你纽西兰要提高警觉 不要上当 他是好心的提出这个呼吁 来 请问永明老师 我连续快一个礼拜 我每天在看英文的新闻当中 有没有上一次美国众议院 那个外交委员会麦考尔 他在接受英文的日经报纸的访问 那个内容还找得到 很长谈到说指控马英九 到中国大陆是和大陆那边在讨论 台湾这边的傀儡领导人 英文的报道 后来有没有任何的报道 除了日经新闻之外 没有 莫顿在这个就是智库当中 讨论到他主动提案 他说我现在有个想法 如果中国大陆敢打台湾 我们先把台积电炸掉 其他这不是新的想法 我们听了好多次了 对不对 不同的这些智库 都有一些这个主张 最近的是欧布拉雁 那样子 那莫顿这个人 各位44岁民主党 哈佛大学NBA 这个人不是乡下来的人 他有这样子的观点 有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后续有报道 没有 也许他不重要 但台积电在世界的 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产品供应链上多重要 居然英文媒体一字不报 那这是什么用意 第一个 他们知道这个太夸张 太离谱的讲法了 第二个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透过英文这样媒体的讲话 是其实是在介入到台湾内部的政治 是 是放话给台湾的媒体 跟台湾的这个政府 他甚至迈考尔说 如果台湾选出来一个中国大陆喜欢的领导人 这个才是他们所要的 如果不是他们喜欢的 他接下来一定会采取武力的威胁 所以他们现在建议说 应该把更多的这个武器要送到台湾去 各位 那更多的武器 那你那个F-16V在哪里 我们钱都已经付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呢 是不是 所以美国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个礼拜 炸掉台积电 讲马英九到大陆市去谈傀儡 英文的媒体大大小小完全没有报道 对不对 如果有报道你来让我们讨论嘛 讨论一下 是不是 AIT也没有任何的评论 连我们国民党自己的 住美国的办公室或者中央大部 都没有发抗议函 对不对 你的前主席 前总统被人这样子污蔑 而且不是污蔑马英九而已 这整个污蔑将来要去推动两岸和平 跟对话的人 以后如果任何人要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还敢做吗 美国老大后面指控你 是不是 但是在国际媒体上 你放心 找不到他们讲你的话 他只是要在台湾内部制造 那这不是介入到台湾的内部政治 跟这个选举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 芝马昭之心越来越清楚